不给女生太多安全感 你们的关系反而会越来越好 女生还会忍不住主动找你 我知道兄弟们都听过一句话 女生比男生天生缺乏安全感 所以要关心她照顾她 让她感受到真心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有的时候大兄弟们试一试 我下面说的这三件事 女生反而会对你更上心 你们的关系会更好 别不信 这期视频结合一个案例 分享三个狠招 这个大兄弟他找到我说 楚儿我今年30岁了 开了家公司 就两段恋爱经历 都在学生阶段 工作以后还是想以事业为重 现在这个年纪了 家里催得也很紧 上个月我朋友介绍 认识了一个女生 刚开始发消息 她回复的还挺快的 也会跟我分享她的生活 我们周末总会约着吃饭看电影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隔好几个小时才回一句 回的内容也越来越敷衍了 我把真心和安全感都给她了 关系还不如一开始呢 我真的想不通 我是你的老粉丝 你帮帮我吧 既然是老粉丝 这个案子必须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聊天截图吧 兄弟说你在干什么呀 女生说上班 兄弟又说吃了吗 看女生很久不回消息 又补发了一句 别饿着了 感觉你老是不按时吃饭 这样对身体不好 女生回现在有点忙 兄弟秒回 那你忙完记得吃啊 等到了下班的时候呢 兄弟准时问候女生 我下班了 你下班没 一起吃个饭吧 过了一会儿呢 兄弟又说 好像要下雨 你带伞了没 要不要去接你 女生说不想吃晚饭 带了伞 这个呢只是其中的几张 但已经很有代表性了 所有的内容基本上 都是兄弟在疯狂的提问 疯狂的关心 女生呢不回复 就继续发 这个其实是很多男生的通病 我当时也和大兄弟 沟通了很久 我告诉他 他这个就是保姆型的追求 一到饭点就问吃了没 下班了就问下班没 天气有变化就去关心 确实是给到了 女生真心和安全感 那为什么女生 越来越冷漠呢 原因很简单啊 就是兄弟 让女生吃的太饱了 这个就是导致 男生完全是透明的 女生对你 自然也没有什么探索欲了 再加上男生的行为 给女生太多的确定性 那女生就会习以为常的 享受你对他的好 既然不恋爱 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那自然也就不着急 升级关系了 所以啊 一定不要把对方喂的太饱 那这个大兄弟 他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 让大兄弟依次 做下面三件事情 让女生感觉到危机感 第一件事情 马上降低聊天频率 让兄弟从白天找他聊天 变成晚上下班后找他聊天 不要天天黏着他 也不要主动的约他吃饭 更不要透露自己的行程 无论如何都要克制住 想要践踏的冲动 那此时呢 就会给女生聊一种感觉 第一个 男生突然变冷漠 第二个 男生也有自己的生活 不会时时刻刻的关注我 那这种突然的拉开距离 就是找回关系平衡的第一步 当时呢 坚持了四天 大兄弟就给我发消息了 出人意太厉害了 按照你说的 他明显比以前热情多了 他之前从来不分享自己的状态 现在呢 会主动的开启话题了 我告诉这个兄弟 先不要着急哈 我们先维持好这个频率 紧接着呢 要付出全部多投资自己 案例中呢 女生一开始对男生肯定是好感的 否则呢 也不会每周和他吃饭看电影 但是现在变冷漠 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啊 很多兄弟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呢 原因就是忘了投资自己 比如说 一开始因为你的价值吸引到了女生 那这个好感是7分 但你一门心思啊 全部放到了她的身上 你以为给了安全感 但是实际上 只会让好感慢慢的降低 违背了心理法则 那在这里啊 记住一个原则 对自己比对她好 此时呢 你就会让女生持续的看到价值 同时啊 她对你会有危机意识 于是啊 我让大兄弟下班和周末 多参加一些活动 并且呢 在朋友圈发出来 她在周三下班了 会去健身房 周末参加了飞盘户外活动 果然啊 这位兄弟做完了以上两点 女生憋不住了 主动的给她发了消息 最近在干嘛 她当时啊 高兴的差一点就坏了事 因为这里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坑 就是不要女生给了糖 就马上去吃 这样主导权呢 就还是掌握在了女生的手上 那下面做第三件事 有态度 我让兄弟回了三个字 忙工作 女生说 最近新上了一个电影 晚上有时间吗 当时啊 大兄弟是想都没想 打算把健身课都推掉 答应女生 我立马制止了 让兄弟这么说 今天晚上要健身 可能不行 女生这个时候啊 主动要约男生 已经是按纳不住的状态 那我们一定要适当的拒绝 这才会有态度 果然啊 女生回了 那你健身到几点 这个时候当然不用继续拒绝了 拿出态度 调动情绪就好 我让兄弟说 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是想看电影 还是想和我看电影 女生说 想和你看电影 那这里女生的意思啊 就是再明显不过了 那么兄弟在我的指导下 让原本冷淡的关系 变成了女生主动约他看电影 这放到以前 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现在的关系啊 距离情侣 也就差一个表白了 那结合这个案例啊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给女生太多确定性和安全感 就是因为女生确定你 不会拒绝 确定每天都会找他 确定事实都会汇报 所以才会变得冷漠和漫不经心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妨试一试 我刚才说的这三件事 让他猜你 让他不安心 我知道啊 你们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了 好的感情一定是双向的 真心啊 才能获得真爱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对女生相信我 会发现了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近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